希望悲劇不要再發生 來看到這起事件 引起全國觀眾的注意 新北市中和兩歲男童恩恩 他是國內第一個重症兒童死亡個案 他的父親要求是否是衛生局 消防局給出完整通聯記錄吧 但是他發現說 消防局打給衛生局 為什麼花了二十五分鐘呢 這中間到底哪裡橫向溝通出了問題 那麼到現在四天時間過去了 消防局只願意給出一文 而不願意給出錄音檔 認為涉及了同人隱私 讓家屬氣憤又無奈 認為找真相為什麼會這麼難 從包包裡拿出一疊資料 裡面密密麻麻的內容 恩爸爸只想還原事發當天的狀況 但拖了整整四天 關鍵的語音檔還是沒拿到 他們拒絕我的原因是因為 即使是我老婆跟消防局的對話 隱私的部分 他們認為有消防局人員的聲聞 沒被揭露的真相 難道有什麼引擎 家屬既氣憤又感到無奈 中央的1922人員沒有聲聞的 隱私權的考量嗎 只要他想要聽 我們都隨時會派專人 送這個相關的這些錄音檔案 給他來聽取嗎 雙方溝通似乎談不攏 林爸爸也進一步的釐清 當天進線後 消防局居然花了近二十五分鐘的時間 才聯繫上新北市衛生局 你們覺得消防局找你們 找了這麼久合理嗎 大家都覺得沒有錯 那問題到底是在哪裡 父親兩人深深叹了一口氣 儘管親自來到市府溝通 還是沒能得到真相 面對痛失之哀的他們 只想要一個答案 就問為什麼這麼難 關鍵的81分鐘消失的 錄音檔可不可以幫我還原 讓我確認說我跟我老婆 起敬所有人做了所有的事情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